最近德国军舰在海上巡逻的时候 将一架美军无人机识别成了胡塞无人机并进行攻击 最要命的是不仅目标识别错了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也没能把无人机打下来 德国人这次丢人丢大了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本来以为被胡塞用防空导弹打下来 对美军的MQ-9死神无人机来说就已经够留人了 但是谁能想到就在这件事情之后 德国人竟然也来袖下险 前段时间德国海军的黑森号护卫舰 奉命对一批位于红海的商船进行护航 在航行过程中 护卫舰的雷达识别到了一架无人机 紧接着黑森号护卫舰第一时间进入战斗状态 并且向附近的盟国提出例行询问 试图确定这架无人机的具体身份 在确定没有任何国家向德国通报关于无人机的事情之后 护卫舰的水兵第一时间将其定性为胡塞无人机 毕竟在过去的20多天里 德国军舰已经拦截了两架无人机了 于是他们决定击落这架无人机 以消除对商船和军舰的威胁 于是他们对着无人机发射了两发 美国生产的SM-2 Block-3A中程防空导弹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 所有人都盯着雷达信号 只不过最后雷达上面消失的并不是无人机的信号 而是导弹的信号 也就是说这两发导弹在命中无人机之前 就已经失去信号了 当时德国方面经过调查 还以为是导弹本身因为技术故障掉进了红海 而就在这时 美国方面传来了一个消息说 刚刚德国人攻击的是美国的MQ-9死神无人机 它正在执行一项秘密行动 所以并未向德国通报 这件丢人的事情发生之后 德国军方第一时间站出来 公开发声 说这件事情非常耻辱 不仅错误地判断了目标性质 而且还没有击中目标 这件事情证明了德军的五倍荒废程度 已经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地步 并且表示 德国方面肯定会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与此同时 德国联邦音乐内部更是爆出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 说前往红海执行任务的黑森号会见 其军舰上面的弹药和补给 并不足以支撑起完成为期一年的长时间部署行动 一旦上面的导弹消耗完毕 那么整艘护卫舰将会失去作战能力 更重要的是 行动的时候 德国海军人员并不知道战舰上面补给不足 这些事情叠在一起 让德国海军变成了近一段时间以来的重视之地 所有人都在痛骂德国五被废弛 如此军队要如何才能承担起保护德国的重任 不过在本湖看来 上述这些事情都是小事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为什么德国发射的美国导弹 在即将命中美国无人机的时候会失灵 真的是德国人没有做好装备维护吗 我看不见得吧 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之前湖塞武装使用导弹横穿沙特阿拉伯国土 攻击位于伊拉克地区的美军基地 然后美国方面通过后门夺取了沙特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控制权 对湖塞的导弹进行拦截 这件事情各位恐怕还没忘记吧 这件事情证明了 使用了全美式装备的沙特阿拉伯军队 其武器装备早就已经被美国人完全控制 那些需要联网的先进设备 只要有机会就能为美国服务 甚至如果有需要的话 攻击沙特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是不行 这件事情之后 湖塞方面才选择攻击近在咫尺的红海商船 毕竟这样不需要横跨沙特 也没有被美国人的防空导弹拦截的风险 对美国的威势力也更强 而沙特也非常不满 开始购买俄罗斯和中国的装备 结束了自家军队全美式装备的时代 而这次德国使用美国导弹攻击美国无人机 最后攻击失败无人机失灵 这件事情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你真觉得美国人的武器是没有后门的 不排除是美国方面接管了攻击无人机的导弹 或者是美国的出售武器里面 有那种只要攻击美国武器就会失灵的后门 现在德国军方在这件事情之后的反应这么快 反正就我看来 这些一般情况下不愿意认错的政府 认错的时候非常痛快 肯定是为了掩盖更大的问题 当前德国一直在高呼国防自主化 当问题是你就连自己的导弹都不能自由控制 又何谈所谓的国防自主 说到底不过是美国的欧洲傀儡而已 teaspoon头的密码 语略